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动招应科普专栏 我是国立评论科技大学机械功能系教授王博春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的主题是等效系统分析 那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悬臂的角色结构 那怎么去求得它的等效谈话档数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悬臂角色结构 那这看起来就是像一个悬臂梁 那这边有一个脚车,那这样子有脚车线 那这就是标挂的重物 那这样我们透过脚车可能都是有马拉带动应转 所以马拉有一个RPM的转速就是每分钟急转 好,那有这样的等式的系统 那如果真的要对这个系统做分析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那我们这里就介绍等效系统分析 那以像这样的单自由度的质量弹簧系统来取代它 那从这边你看,我们这个X的自由度跟X的自由度是一样的 所以MEQ大概就是为等于M 那我们现在这边要看的就是 诶,怎么样去对这个旋币脚车结构去取得它的等效弹簧常数 那我们有说了,做这样的等效系统分析 得到像这样的单自由度系统 那我们很明确就可以取得它的 运动方程是进了9的模态参数 那其中中央的模态参数就是FN,自然频率 那知道FN 那如果也知道激震频率 我们就可以评估结构是实有公正 因为公正通常是震动大的主要原因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旋币脚车结构的系统参数 我们从这个旋币量来看 我知道它的长度L 还有它的截面惯性区 所以它是矩形的 所以它是I的12分之H3次方 那其实脚车在这里 那它的脚车线呢 它的长度假设是A 那脚车线的直径是D 所以它的截面积就是四分之排T平方 那我们会考虑它是劳性底 所以梁跟脚线 我们都假设它的E值 好 那我们做什么假设才能够做出这样的等效系统分析呢 那这个我们假设呢 吊挂物体的质量M 是远大于梁跟这个角车和它的角车线的质量 所以我们就忽略了梁跟角车线的质量 那同时呢 也考虑梁是个劳性体 这个线呢也是个劳性体 角车线是个劳性体 所以都要考虑它们的仰式系数 好 那有这样的假设 我们就要做等效系统分析 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先前看过的这个悬臂梁 等效的糖糖素 好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悬臂角车这里 这个悬臂梁就像悬臂梁就像这个悬臂梁一样 那我们在先前场里有得到 KEQ是等于L3次方分之3EI 那L长度I就是解面机关进去一样是系数 那另外这个角车线看起来 就跟这个悬臂柱是一样的 它是属于 垂直向的震动 所以在KEQ是L分之AE 好 这是先前我们的单元看过的结果 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引用这两个等效系统的概念 我们可以特别假设 量的部分就用KBin 就是它的等效的K字 那这个角车线呢 就是用KR 这是一条线Floss来看 所以这看起来呢 就是一个串联的弹簧 那当然我们也有看过 如果串联的弹簧就可以得到等效的KEQ 好 那知道这个概念 我们就来看KB怎么取得 KB是L3次方分之3EI 那I呢 就是举行前面 所以也许3次方 就可以得到KB等效的弹簧常数 那KR呢 就是这个角线 它是相当于悬臂柱 所以L分之AE 所以A分之AE 那A呢 四分之外地平方 所以可以得到KR 所以当我们得到了KB跟KR 由串联的弹簧 我们知道它等效的弹簧常数 会是KB等上KR 除上KB加上KR 那有了弹簧常数 我们就可以由系统自然频率的M分之K 去取得它的自然频率 那刚刚我们提过了 在这个系统里面 MEQ 就会等于M 所以KEQ也知道 所以自然频率Fn 就可以求得 那当然这次我们要探讨 如何避免共振 那避免共振 我们要知道两个资讯 第一个资讯 就是系统激震频率 那像这个系统呢 这是有脚车 这是它的激震源 也就是它的转速 它转速频率 其实就是它激震频率 我们就有RPM 每分钟急转 除上60就是Hertz 那同样由上面这边 我们也得到自然频率 那我们通常要避免共振 我们就兼一个20%原则 也就是自然频率要小 激震频率要小于0.8倍的Fn 就差了20% 或者呢 激震频率要大于1.2倍的自然频率 那这样子可以并不公正 所以我们在做 脚车结构的设计 除了结构经历安全的分析 事实上也要考虑 会不会有共振的影响 好 终合一下我们这个单元的讨论 我们看的这个原则系统 是一个悬壁脚车结构 透过等效系统的分析 最后得到了这一个 单自由度的等效系统 那当然中间我们有用了两个概念 悬壁两个悬壁出的等效常数的概念 最后得到这个系统的等效常数 记得求的系统自然频率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评估 结构会不会有共振的余率 好 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以上个人看法请做指教 好 好 好